就是大家都會在裡面塞一些垃圾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太大了 然後放進去之後 你就會忘記它的存在 好像掉進黑洞裡面 有時候玩一玩會挖到自己 不見很久的口紅 然後什麼東西 玩一玩 這是誰的早餐 買個便當沒有筷子 等一下我翻一下 有筷子 有筷子 歡迎收看全民風車吧 大家好 我是怡辰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車款 是小改款全新推出的CRV 哇 這一台車 對我來說真的是熟悉到不行 因為各位還記得嗎 這一台同時在改款前 也是我們的公務車 跟它相處的時間蠻久了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的心得 這一次遇到小改款 我想有很多不同的心情跟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首先小改款之後 馬上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究竟有哪些不同 我覺得差別並不是到非常的多 都是一些小地方 但是在車主的眼中看起來 的確會改進你的心坎裡面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而且今天有很重要的就是 我有請到幾個現任的車主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改款之後的心得 跟改款之前的心得 到底改得怎麼樣 改得有沒有敢 一起分享給各位 首先 要來了解之前 當然是要先問大家 各位 你訂閱全民風車罷了嗎 我們的訂閱率 還有後台觀看的這個比例 好像發現很多人其實默默潛水在看 但是好像都沒有訂閱 好像都沒有按喜歡喔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們拍攝 像今天就有下雨對不對 昨天我們去拍的時候還貼恰 遇到了很多困境 我們都很努力地呈現各種不同的情況 還有用車的心得給各位 你的讚啊 你的訂閱 你的喜歡 你的追蹤 包含我的IG 我的FB 還有我們官方的Line at 你的追蹤 你的喜歡 都是我們前進的動力好不好 請不要吝嗇 按一下你的滑鼠 按一下你的螢幕 訂閱 小鈴鐺打開 這樣最新的消息 也會馬上出現在你的手機裡面 好了 好了 我們就來看車囉 好 首先小改款之後 我們要先了解它到底改變了什麼 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編程表 從原本販售CRV只有兩款 現在多了一個最入門的款式 預售價是969 最頂級是113.9 那今天我們試駕的車款是CRV 小改款之後推出的最頂級S的款式 變動的哪裡 先跟大家講 因為很簡單 基本上它有一個全新的車頭 有一個全新車尾的造型 變動的地方幾乎維持在前後保險桿 那車頭的話當然有更多 例如說全新的燈組 序列式的方向燈 甚至加入了更多的鍍鉻飾條 以及會閃光的這種黑色的鋼琴烤漆 保險桿造型完全不一樣了 霧燈從原本的圓狀 變成現在正列式的條狀 側邊同樣可以看到黑色的防刮材質 但是加入了鍍鉻飾條 面積也更大了 輪圈的造型也不太一樣 車尾 車尾的話保險桿造型不一樣 同時呢 鍍鉻飾條 還有這種亮面的銀色烤漆 排氣管整體造型也不一樣了 雙邊單粗的 但是看起來跟上一代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改款之後最高的等級 它甚至還加入了腳踢感應式的尾門 燈組的部分雖然造型一樣 但是做成了熏黑 所以整體來說運動感比較好 後面還有大面積的鍍鉻飾條 好 這是它的外觀 那如果以內裝來說的話 其實變動我覺得是很少的 例如說它有一些小細節的更動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好 全部了解完之後 就要進入很重要的環節 我希望可以介紹 現任的車主來跟大家分享 包含我自己擁有CRV的心得 我大概先簡介一下我的狀況 我擁有CRV大概快一年的時間 里程數大概是一萬四千公里左右 台北內湖廖先生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到第一位的 現任車主一起來分享 我們首先請到的是宜蘭頭城 家住火車站附近的徐小姐 我們掌聲歡迎這位車主 歡迎 大家好 里程好 是 大家好 我也是CRV四年五代的 現任車主 我本身擁有這台車也大概 快一年了 里程數大概是一萬四千多左右 你也是一萬四千多 對… 你好 好 OK 好 徐小姐 沒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到第二位車主 他是來自於基隆的熊先生 我們掌聲歡迎他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是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熊先生 是… 大致上簡介一下 我大概擁有這台CRV 大概快一年的時間 然後里程大概是一萬四千多公里 也是一萬四千多就對了 對 很巧很巧很巧 小改款之前啊 你們覺得外觀有沒有是 你們覺得可以再強化的地方 這一個部分啊 這個算是外觀 就後照鏡的部分啊 對 在鎖車的時候 沒有辦法電動收折 對 是有點可惜 就是在上鎖那時候 它會自己這樣折起來 我不用再自己按 對 雖然有電動收折 但是上鎖之後不會自動收折 我覺得這個差很多 就是便利性的配備差了一點點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在原本五代CRV上面 我們那一台啊 是有電動尾門的設置 我個人就已經滿滿意了 對 結果我發現現在新小改款的 還有腳踢感應尾門 對 深得我心 我覺得女生一定會非常有感 那以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我身為現任CRV的車主 目前我的車看起來 其實我覺得看久了 會覺得它有點中規中矩 但這次改款之後 我覺得最深得我心的是什麼 序列式的方向燈 帥 大方向一點 就是比較高級 單價比較高的車 比較會看到序列式的方向燈 所以改款之後有這個 我覺得質感是很加分 再來尾燈變成熏黑的 好 不過我必須要講啦 因為外觀這件事情呢 見仁見智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你覺得醜就是醜 你覺得漂亮就是漂亮 這沒有標準答案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內裝 使用起來要請兩位好好分享一下 真的 好不好 我們上車 先從你們覺得使用起來 很方便的地方開始好了 因為我很常開高速公路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就是 它的駕駛的輔助安全系統 Honda Sensing 我覺得很令人開心的就是 Honda Sensing標準配備 氣囊什麼也都標準配備 然後還有推出 360度的環境影像 有時候車子距離前面抓不準 或是有一個很小很小的高企 你是完全從這個角度看不到的 對 小改款之後 這樣就方便很多 標配前後雷達 我覺得這個是以前使用不便的地方 但是改款之後我覺得這個差很多 對 前後雷達你提的我覺得很好 就是安全 你很喜歡 對 CRV的安全配備 對 我覺得很方便 那你呢 我覺得是在它的那個駕駛視野非常良好 因為它SUV嘛 車高 然後尤其我覺得它在A住的這邊 死角不會到很多 還有它的空間 真的是使用機能很大 我個人非常滿意 其實我喜歡的是這個 它打開來的樣子 魔術大空間 對 因為它的空間很大 就是大家都會在裡面塞一些垃圾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太大了 然後放進去之後你就忘記它的存在 好像掉進黑洞裡面 有時候挖一挖會挖到自己不見很久的口紅 然後什麼東西 對啊 挖一挖 這誰的早餐 買個便當沒有筷子 等一下我翻一下 裡面就有筷子 有筷子 好 它有提供一個置物盤 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的置物盤你看 可以到最前面 然後要用的時候 也可以往後塞到最後面 而且下面還有額外的收納空間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 就是使用起來 你們覺得很討厭 很不便的地方 希望它改進你們的車 改款錢 使用起來什麼不便的地方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這個中央的儀錶板 這個數位儀錶板 雖然它是全部數位的儀錶板 我覺得它很多設定 沒有辦法從這個裡面做調整 對 像是什麼 ACC的設定啊 靈敏程度啊 車道維持 或者是預警碰撞的設定啊 對 其他車廠 同時也都數位化啦 裡面可以調的東西 穩花扒門 對 那的確是 而且重點是英文的 如果有中文 那真的是更好 對啊 對不對 好 那妳呢 我個人是覺得 那個之前是把USB插孔 插座這些 放在中間這個置物空間的 凹槽裡面 每次要插USB孔的時候 每次一定會插手忙腳亂的 看來反應的人 真的應該是滿多的 因為真的很不救手 因為這個我也很不喜歡 對啊 後來原廠 它有在吸取教訓 它有在吸取這些車主的反饋 小改款之後 把這個奇怪的位置 真的往上 對 應該是可視區 對 配上了一個 與時俱進的無線充電板 對不對 這個滿實用的 我覺得這個改喔 小小的地方而已 但是真的是有改進車主的心裡 因為這個就是車主的痛點 因為說 使用起來好麻煩好不便 但是現在問題解決了 但是我認為喔 與時俱進的這個無線充電板 它迎來了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好來 我的這個是Note 8 尺寸我忘記了 大家有興趣去查一下 我的是Note 8 好Note的系列是比較大的 但是8好久以前了 現在手機出的比這個更大 我們把它放下去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剛好卡住 就是極限了 很極限 就是極限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未來 手機如果還要再更大的話 這一塊無線充電板 等於說它的壽命 可能就到此為止了 或是你只能買小號的手機 對 不是壞了 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好好的加在上面 我覺得這個是無線充電板 配在這邊 目前最大的問題 我個人也很不喜歡一個功能 就是CRV 五代CRV 它在打右轉燈的時候 它會自己切換 右轉這邊的畫面 然後在中間的這個觸控螢幕上 盲區的一個攝影機 但很多時候我都是一邊看導航 一邊要開車嘛 我都不會知道說 我右轉之後要怎麼走 然後這裡中間原本顯示導航的地方 又被切換掉 我會覺得說好煩喔 我不太喜歡這個功能 好 其實我跟各位所有CRV的車主 跟想要購入CRV的車主 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功能其實很好 在其他車款 偶爾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功能 打方向燈可以看到盲區 這個是為了你的安全 但是像我是路痴 你可能也是路痴 我們很需要導航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各位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方向燈撥右邊 好 跳出來了對不對 如果這個時候我要看導航的話 上面有一個按鈕 有沒有看到 好 輕按一下 它就會跳 好 原來的畫面 欸 現在快一年的車主 喂 但是對於我來說啊 這一台車 你問我會不會再選一次 當成公務車 我會很肯定的告訴各位 會 為什麼 跟大家分享 我最常坐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一台車 它有一個逆天大的空間 對 它這個後座啊 以同級車款的休旅車來講 真的是數一數二的大 而且我現在西部空間不只大 頭部空間也有 還有全景天窗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坐墊也很長 發泡棉也夠軟 然後後座的椅背 還可以再往後調整 我幾乎可以在長途出差的時候 然後我幾乎就是貪死在這個地方 貪死 貪死在這個地方 的確是常常貪死 喂 然後再來喔 後面 冷氣出風口 然後 後面還有兩組2.5安培的USB插電孔 底板幾乎是全國嶺 而且前後的間距非常大 我左右移動來去自如 而且同時呢 後座的行李箱空間 後面行李箱空間非常大 有什麼任務 我們要在輪胎 我們要在三角錐 全部可以勝任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六四分離 再傾倒 再塞 再裝 對我們的生活 對我們的工作來講的話 太完美了 再來它是客貨車的角色 對不對 但是它的拉桿 完全不影響 後面的行李箱空間使用 或後座的乘坐空間感 接下來還有什麼話 我們就接著上路說吧 我們開始試駕 那一些基本的規格 先讓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小改款之後的CR-V引擎 變速箱 懸吊系統 底盤結構 是沒有做更動的 它一樣維持的是一具 1.5升的汽油渦輪增加引擎 最大馬蹄是193匹 最大扭力24.8公斤米 搭配的變速箱一樣 CVT五段式變速箱 懸吊前脈花成後多連幹 好 所以 因為什麼都沒有改變嘛對不對 所以兩位我就直接開門見山的問了 一樣喔 我們先從喜歡的點開始 來自投誠徐小姐的用車心得 因為我本人在工作比較特別 我的同事們都是一群比較壯碩的男性 妳同事應該都滿帥的吧 我看有的就是會像 普俊錡啊 那個瀏海 喔 很平喔 對啊 我記得有人說我同事長的 很像廖岡哥 廖岡哥 很帥耶 帥 帥耶 你這什麼意思 對 車子是滿載的狀態喔 五個人坐滿滿 只好不會覺得重拖 還是非常輕盈 然後尤其在可能高速公路 我還有什麼超車啊 過彎 我還是覺得 這個動力配置叫我非常滿意 喔 就是在動力表現上面啦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以傳統觀念來看的話 1.5升的引擎 哇 這麼大的車 排氣量才1500 其實會嚇到 但是經過這一年的洗禮 你覺得很棒 問題就來了 聽到這邊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哇 那它動力這麼大 扭力表現這麼大 那油耗呢 油耗會不會很可怕 因為我的里程數算滿不錯的 對 算是滿高的 很多的 對 一天大概開100公里左右 油耗大概是14點多 喔 你高速佔的比較多啦 但老實講 這麼大台的車 平均油耗14點多 其實是滿不錯的 對 好 那換我囉 我這個人 我喜歡的 還是在操控商店 其實之前在選 要買哪一台車 當成我們公司的公務車的時候 其實挑過了很多不同的修語車 CR-V即便出了這麼多年之後 它在操控的表現中 我認為還是可圈可點的 我最喜歡的啊 其實就是它的懸吊 用上了一個感應式政府的懸吊 這個之前我在新車試駕的時候 有講過 各位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幫各位放在右上角的小白墊 你可以點開來去複習 那個時候CR-V剛剛大改款 剛出 我有很詳細的解說 簡單來說 就是CR-V它的懸吊裡面呢 用了很簡單的機械結構 不是電子的 只是很簡單的機械結構 讓你在激烈駕駛 速度越快的時候 裡面的簡單的機械結構 會因為拘力變大了 而改變內部閥門的大小 進而改變內部阻尼 油泥流動的速度 來改變它的反應 你的速度越快 側向的拘力如果越大 它的懸吊支撐性就越強 我覺得這個是我非常喜歡它的地方 進可攻退可守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又 雖然它不是電子的 對 但是它有點那種類調整 我覺得可調整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配備 對 其實它的 這樣的結構啊 其實是簡單的 成本也不會高到哪裡去 但是它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很好的 只要你敢去嘗試 其實它給你的回饋 絕對會讓你很滿意 這是我喜歡的地方 以上是試駕起來優點的地方 好 接下來很重要 開始又要寫零零一些了 缺點呢 我個人不喜歡CRV它的煞車設定 我覺得太靈敏了 點一下 大家就抖一下抖一下 不夠線性 對 所以我覺得煞車的這個設定 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如果不夠線性的話 變成你的煞車要操作得更細 對 要分更多段 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 因為CRV的煞車非常力 它的力道很足夠 尤其在前段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換車突然開CRV 低一下煞車你可能會嚇一跳 哇 怎麼力道這麼大 但是我覺得花一點時間適應 我覺得是OK的 例如說 像現在基隆的熊先生 他開起來煞車也滿信心的 因為開始習慣了 對於我來說啊 我對這台車其實是非常滿意的 唯獨就一個點 我真的覺得非常可惜 如果它有做到的話 那真的是非常完美 那就是隔音 我覺得現在的車隔音越來越好 但是其實以HONDA的車來講 他們好像不太注重隔音這件事情 導致有人在開的時候 我在後面都睡不太著 欸 我怎麼看你帥的都還不錯 喔 你有看過是不是 停紅燈的時候看一下 對啊 好 不管怎麼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試駕CRV 小改款的試駕心得很開心 今天還請到另外兩位車主 他們的資料都跟我的很像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想他們所有分享出來的心得 都是最真實 而且最有參考價值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分享 希望對大家買車 購車 看車 或者在思考方面都有所幫助 好吧 好 我是依依 我是投誠徐小姐 差點講海澱 我是投誠徐小姐CRV車主 我是基隆的熊先生 熊先生 好 謝謝徐小姐跟熊先生 我們下次見 掰掰